他每次回家都带着不同的男人 母亲不但不反感反而很高兴 然而这一次带男闺蜜回家 正巧被未婚夫撞见 贱男 你听我解释 我和他真的没有任何关系 纯属闺蜜关系 月贱男没有言语 只是冷冷盯着于雅贤 于雅贤心中打着鼓 生怕月贱男说什么不该说的话 在学校的时候你和那个男人搂搂抱抱 我让你给我一个解释 你没说 现在总可以说了吧 听到此话 于雅贤眼中的泪水顿时速速落下 贱男 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我和他去请教问题 可时间久了 他就和我告白说喜欢我 我知道对不起你 一切都是我的错 可现在我才知道 我最喜欢的人是你 所以你这次找我是做什么 想和我解除婚约 还是和那边断了 于雅贤一听 立刻仰头看着他 贱男 我答应过当你媳妇的 你难道不要我了吗 那楚楚可怜的模样 就连寻常人看着都受不了 更何况曾经付出浓烈感情的月贱男 月贱男低头看着于雅贤 真的愿意和我好好过日子吗 当然了 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 这三年我一直很努力 家里人也帮了我不少 现在新的房子已经建好 电冰箱和洗衣机买的大牌子 村里人谁看得不说好 但你却背着我和你男闺蜜眉来眼去 于雅贤一时间想不到推脱的办法 只能勉强笑道 我迟早都是你的人 早点晚点又有什么关系 月贱男一瞬间突然明白 以前是自己被所谓的爱情蒙上了双眼吗 为了完成于家的要求 这三年来他改掉了皮懒幸福 每天天不亮就出门 等天黑才回家 从一开始 于雅贤恐怕就没喜欢过他 月贱男不后悔付出的一切 毕竟就算不是于雅贤 换一个人他也会这样掏心掏肺 但他不能让自己的家人跟着一起蒙受欺骗 就这样月贱男失魂落魄走回家 直到此刻 于雅贤终于感觉到事情恐怕不在自己掌握中 他想了想 果断地转身离开月家 事情我已经查得差不多了 我明天进城就是为了这事 当天月贱东就从老板娘口中的知道当年的隐情 月贱东将自己调查的结果告诉给了家人 三年前于雅贤的舅舅 和人打架几乎把对方一只眼睛打瞎了 若是报警恐怕得坐好几年的牢 于雅贤的舅舅想要私聊 对方狮子大开口 他只能去于家求救 雅贤的母亲又是个喜欢帮扶弟弟 家里商量来商量去 于家于是把注意打在月贱男的头上 既能收一大笔彩礼 还能找个冤大投出学费和生活费 于家也欺人太盛了 我非得上门去要个说法 没用的 都三年前的事 我们上门也没什么证据 怎么没证据 无证没有 我们可以找人证啊 这件事情交给我吧 听到秦琴的话 众人眼前一亮 知道秦琴已经有了主意 与此同时于家这边 也没想到月贱这么能忍耐 本以为凌春菊无论如何也得上门退亲 可等了两三天都没等到英雪 现在宋启明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我费了许多功夫才把他安抚下来 现在我们也算和月贱撕破脸 可他家偏偏不退亲 万一村里这些留言被学长知道 以后和他还怎么走下去 于母原本想着让女儿先去稳住月贱们 好顺顺当当度过这段日子 等于雅贤考上大学再嫁给宋启明后 家里人也能跟着迁入城 可月贱的关系自然而然就断了 没想到月贱根本不吃这一套 那你就想办法把他套牢 等你和他生米煮成熟饭 想还要甩掉你也不可能了 可我和宋学长还没成亲呢 那人嘛 总会对自己的第一个女人特别些 等你身子都给他了 他就算知道什么也无妨 反正你已经是他的人了 于雅贤低着头想了会 最终点了点头 那我试试吧 隔天晴晴和月贱东潜伏在学校周围 两人手里都拿着相机 恰好遇到于雅贤和宋启明两人 站在柳树下 你也是你心肠软 像那种纠缠你的人 压根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你以后也别看在什么 铜箱的份上给他好 知道了 反正我心里只有你一个 宋启明就握住他的手 等咱们这次高考一结束 我就把你带回家给爸妈看看 宋学长 你真好 我真想早点嫁给你 两人在校园里就开始搂搂抱抱 宋启明血气方刚 在于雅贤的刻意挑逗下 很快有些受不住 月贱东偷偷举着相机 将这一幕拍下 老爹 你注意点 别被两人发现了 宋学长 听说阿姨最近给你在学校附近 买了套房子 能不能带我参观一下 于雅贤含羞点头 两人往校外走 老爹抓紧跟上 我们去多拍点证据 两人一路偷偷摸摸地 跟着于雅贤来到宋启明的别墅 看着宋启明急色模样 于雅贤舒一口气 娇滴滴道 学长 你知道我不是那种随便的人 只是因为太喜欢你 所以才 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你是什么人我还不清楚吗 放心吧 我一定会对你负责